打开精雕 然后文件里边有一个输入 点阵图像 然后出来一个框 咱们找到比如说找到那个位置 我再把它放在桌面里 格式是BMP格式的灰度图 这个打开 放在这个位置 放了之后咱们先不用定大小 咱们直接 位图转网格 位图转网格 这是定这个内轴的高度 比如说起伏有多大 比如说我是现在定的是三毫米 确定 然后把这个原始图形删了就行了 它会出来一个网格 把这个网格 你比如说 定这个 定这个尺寸 在变换里边 有个尺寸 咱可以保持比例 尺寸比如说定十公分 一百 一百的话 外轴自动就改变数折 确定 这个图做出来之后 就是一百乘以五十四左右的 然后最关键的一步 是我们需要把它图形聚中 顶部居中 最柔要顶部居中 其他的不用管 确定 确定之后直接输出路径 路径向导 然后它自动会 那个 会失去这个 区域经加工 看表面高度是零 加工的高度是三毫米 下一步 当然 在中文上 英文好像不支持 现在已经卡了